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战》根本都没有用替身 甚至还双手脱僵 潇洒自如 非常厉害 值得一提的是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归根结底离不开肖战背后努力练习 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实力派演员 据悉 射雕电影一位幕后工作人员站出来曝光了肖战的拍戏状态 在这位工作人员眼里 肖战非常敬业 甚至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在起码戏份的时候 肖战都没有用替身 一直都是亲力亲为 这就是演员肖战的态度 敬业 努力 勤奋 不怕吃苦 说到这里 就想分享自己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情况 很多电视剧 电影在拍摄过程中 很多演员连骑自行车这样的容易戏份 都要替身或者说弄假 说起来也是很搞笑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被肖战的敬业态度所打动 话又说过来 肖战一直都是这样 无论自己名气有多大 在剧组的话语权有多重 肖战专心致志 努力拍戏的态度亘古不变 在肖战的拍戏途中 肯定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 很多人选择逃避 肖战选择迎难而上 努力克服 总之祝福肖战 话不多说 期待肖战的新电影《早日》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值得支持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越来越好 期待再创佳季 今天还要给大家聊聊最近的武侠热潮 你们听说了吗 肖战小哥哥主演的《射雕英雄传》 要出第二部了 没错 就是那个帅到没朋友的肖战 他可是把武侠片市场给彻底打通了 上一部射雕大火 这回第二部也在筹备中 姐妹们是不是已经等不及了 跟你们说 肖战这小伙子那叫一个全囊 影响力 实力 票房号召力 人格魅力 样样都有 合作他的电影 那必然是大传特传 中影的大佬都亲口承认 肖战很有可能要拍 射雕第二部了 这消息一出 粉丝们那叫一个激动啊 第一部还没上映呢 大家就已经在幻想第二部了 这期待直杠杠的 对了 射雕第一部是要全球同步上映的 预约人数那是一个字 多到时候咱们电影院里不见不散呢 除了肖战 这部电影的阵容那也是相当给力 庄达飞 梁家辉 个个都是大牌 这么多优质演员加盟 保证不会让观众失望 说起肖战呢 那可是娱乐圈出了名的实力派 而且人品也好 踏实 努力 敬业 不怕吃苦 简直是演员的榜样 除了射雕 肖战的新剧《藏海传》也快来了 还代言了舒克 简直是全面开花呀 这么优秀的肖战 谁能阻挡得了他呢 总之啊 咱们就一起期待 射雕早点上映吧 到时候大家一起去电影院支持肖战 为他打高 肖战 你一定要继续顺顺利利下去哦 咱们永远支持你 对了姐妹们 你们最期待射雕的哪部分呢 有没有什么想对肖战说的呀 快在评论区告诉小编吧 大家要一如既往的积极向上 热爱生活哦 笔心 小伙伴们 最近大家有没有被武侠热潮给淹没呀 小编可是被刷屏了呢 到处都是关于肖战新剧新电影的消息 简直不要太嗨皮 前阵子呢 就听说我们肖战主演的 射雕英雄传第一部已经确定要上映了 小编激动的都要从椅子上蹦起来了 而且 而且 据说射雕英雄传还要出第二部 天哪 这消息一出 小编感觉自己的少女心都要复活了 大家都知道 肖战在射雕里的表现那是相当出色 一出场就有一种玉树临风的感觉 小编看了都要心动了呢 这部戏呢 可以说是彻底打开了肖战在武侠片市场的大门 第一部大火 第二部自然也在筹备中了 小伙伴们 你们说 咱们肖战是不是太厉害了 演技好 长得帅 还有超高人气 简直是全能艺人的典范 跟肖战合作 那必然是票房大卖 收拾长红啊 对了对了 射雕第一部据说是要全球同步上映的 到时候咱们一定要去电影院支持我们家肖战哦 届时电影院里 我们不见不散 一定要让射雕的票房大卖 刷新记录 不过呢 现在还不确定肖战到底要不要接拍第二部 毕竟演员日程都很紧张的嘛 但是 但是 光是第一部 光是宣布个消息 就已经让无数影迷和粉丝嗨翻天了 你们看看电影的豪华阵容 光是肖战和庄达菲的组合 就已经让人尖叫了好吗 再加上影帝梁家辉的亲情加盟 这部戏的质量和票房绝对有保障 小伙伴们 你们了解肖战的为人吗 他在娱乐圈里 那可是出了名的敬业努力 从不摆大牌耍大牌 举个例子 在拍戏的时候 肖战从来不用替身 不管多危险的戏份都要自己上 就是这么敬业 而且呢 他对每个角色都会认真研究 生活中也一直保持着积极阳光的态度 简直就是行走的正能量 所以说呀 像肖战这样又帅又有才 还这么低调努力的演员 怎么能不火呢 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小伙伴们 除了射雕 最近肖战的新剧新代言 也都来势汹汹呢 藏海传和舒克先后官宣 一下子就罢平了我的朋友圈 小编我都惊呆了 这么多好消息扑面而来 肖战你是想让姐姐我欣喜过度咋地 反正呢 肖战的新剧新电影 小编是一部都不会错过的 到时候咱们一起去影院捧场 疯狂打高 最后 让我们一起祝福我们的肖战 前程似锦 在创佳季 你们有什么想对肖战说的吗 在评论区告诉小编吧 记住哦 不管生活再怎么不如意 我们都要像肖战一样 努力生活 积极向上 武侠热会越来越旺 肖战的人气也会越来越高 加油 对了对了 之前看到网上有人的肖战 说他不适合眼射雕 还嫌弃他的颜值 真是气死小编了 肖战那么帅 又那么有实力 哪里需要酸酸们 在那里酸东酸西啊 还嫌弃颜值 不照照镜子吗 再说了 肖战出演的角色 那可都是金庸笔下 有名的英雄人物 能演好那是需要真功夫的 那些酸酸懂个啥 小伙伴们你们说是不是 这些酸酸除了会在网上喷人 还会干啥 真是气人 气人 不过呢 面对这些酸言酸语 相信肖战一定能泰然处之 不会被这些影响心情的 因为他有我们这些真心喜欢他的粉丝呀 我们会用最大的声音告诉他 肖战 你是最棒的 你演的郭靖 你演的杨康 你演的韦小宝 你演的张无忌 都是最好的 肖战 加油 姐姐永远支持你 我们永远支持你 你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 哎呀 小编一激动就说了这么多 你们还在听吗 反正呢 最后再唠叨一句 我们一起期待射雕第二步的到来吧 到时候 咱们电影院不见不散 一起为肖战应援打高 我们下期见